真姐姐听说于是有罢不休 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放手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 公共的差事还没了呢 还撒泼呢 怎么是你 怎么会是你 皇上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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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狠辣的手段 别人也会以为是真还荣不下于婴儿 要置她于死地 安领荣自己则可以置身事外 可是安领荣却摆密一书 她的所有算计 并没有取得她预期的效果 面对安领荣的妖功 甄嬛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 对她充满感激 而是觉得这样的方式太过隐狠 这让安领荣的满腔热血受到严重打击 她觉得自己一心为了甄嬛好 到头来却得不到人家的感恩 还让自己在甄嬛面前的形象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是安领荣对甄嬛的第一个心结 于婴儿的事情 也深刻影响着安领荣的心理状态 她以前是胆小怕是唯唯诺诺的 可是自从这件事以后 她骨子里的极度自卑 与极度等心理逐渐暴露 她慢慢的不再是单纯的少女 为了争宠 巩固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 她开始黑化 还有当中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 她就是苏培圣 对于于婴儿 她心里早就不满 因为于婴儿得宠的时候 命令她手下的小下子手包核桃 最后弄得满手都是鲜血 还看不起苏培圣这些人 公公服侍皇上很久了吧 能再服侍皇上 已三十年了 公公伺候皇上 老苦功高 在宫中一见多十宝 最能揣摩皇上的心思 也像皇上已经出宫去了 难道真的要等皇上 回了见了她再处置吗 小主的意思是 皇上既是赐她自尽 她死了 公公的差事便已留 谁会追究她是自尽还是别的 所以在听到安令荣的建议后 苏培圣没有找理由推脱 直接就让小下子勒死了于婴儿 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 于婴儿不肯赴死的难题 也给足了安令荣面子 一定程度上还迎合了甄婴 说到底 于婴儿是甄婴的仇敌 除掉了一个挡路的大麻烦 苏培圣也和安令荣一样 觉得甄婴应该是从心里高兴的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 当时的甄婴纯真善良 觉得手段残忍的她 根本就不会强颜欢笑 弄巧成拙的安令荣 只会认为甄婴不识好歹 两人的关系就此开始出现裂痕